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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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建议高才通家长提早带子女来港 利用咸接班等帮助子女融入香港教育制度 无线电视记者杨桂轻报导 政府计划将回展对面的港湾道消防局搬迁去到分域码头 有议员关注13亿的造价过告 湾仔这三栋政府大楼连同港湾道消防局都要清策 腾出土地国建汇展中心 消防局将会在分域码头重置 计划有一栋十层高大楼 设夸部门和消防行动指挥中心 和训练设施 也有提升市民灾难应急意识的 社区应急准备体验馆和公众休息用地 当局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撥款13亿1000万 有议员质疑造价过高 10层真的是不是可以未尽用呢 设计上会不会除了消防署 没有想过和其他的部门可以共用一些 因为那幅土地大家刚才议员都说了 是很珍贵的那幅土地 你们每平方米的建筑和装饰的造价 要42,119元 现在按照市场的价格 如果只是建筑 就万多元就顶着榜了 建筑和设备都顶着榜了 当局说地盘范围临近海滨和铁路保护区 估算造价也和投标价相弱 我们休息公园下面 是有个铁路保护区 下水道保护区 所以我们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打装 令到我们不能够在休息公园上面 建一些高楼 从而增加一些当中的用途 我们参考我们现在同步招标 招标价格 我们这个金额是相弱 还有是可以在13亿当中 是可以做得到这个项目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估算是相弱 非常贴近 而我们也做得到的 撥款最后获议员表决通过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导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黑的问题当年来未能够解决 的士业界建议当局参考澳门做法 加强法则 消委会就认为可以考虑开放市场 凌晨时分的中环南桂坊 看上去整条街很多的士 看真一点全部都盖上旗 但有人截车一样会停下 旺角 旺角 3万5千元 旺角都3万5千元 另一架更加叫我们开架 我们都很害怕会车到一些聚酒佬 但是是不是就是恰当的理由 令到他们可以不跟麦标收费呢 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会觉得 每次都四五百元去打一个的士 有点贵 澳门黑的也都曾经猖獗 但自从2019年实施新的士法 加强法则 并且强制司机安装装置 拍摄车内情况 并连接警方 的士为例个案投诉 由法例实施前一年六千多钟 跌到去近年每年几百钟 香港的士业界说可以参考 如果你说每次 初犯要罚几万元的 我想他也会考虑一下 罚到他要停牌 或者重考的士 可能的阻压性更加大 除了加强执法 销委会认为可以考虑引入竞争 如果那个业界是满足不了 消费者的期望的话 消费者自己是会 去允许自己的选择 好看那个业界自己本身 有没有个心去作出一个改善 以及去提升他们的服务质素 政府建议推行车队制度 黄凤贤认为如果事行后 仍然未见成效 就应该考虑开放市场 无线电视机者 潘旗为报道 大家好,我是周何欣 今天开始是世界抗菌素耐药性关注州 卫生防护中心说 市民对抗生素耐药性认知仍然不足 不少人都服用过抗生素 但如果服用不当 可能产生耐药性 当细菌基因出现变化 令它可以在抗生素下适应和生长 令原本有下的药物变得无效 就称为抗生素耐药性 如果细菌对多种药都出现耐药性 就是多重耐药性 好像长度赶菌 金黄葡萄球菌 饮念猪菌等等 卫生防护中心说 近年长度赶菌在内的 耐药性细菌感染个案 有上升趋势 中心说 公众对耐药性认知不够 好像不知道细菌 可以透过人和人 动物、食物和环境等传播 我们发觉过去这几年 在一些高危食物 比如是刺身、寿司 或者烧米、老米 甚至是一些即食蔬菜 比如用作沙律的一些蔬菜 都发现这些耐药性的长度干菌 呼吁市民 特别是一些高危的群组 比如小朋友、长者、孕妇 或者是一些抵抗力比较弱的人士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避免进食这些即食的食品 中心说 耐药性细菌一旦入血 可以引致菌血症 严重可以致命 亦都可以引起器官严症 死亡率可以达到五成以上 医学会说 抗生素只是针对病菌有效 对由病毒引起的病 好像伤风、感冒等等 服用抗生素都没用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一发烧 或者无论什么感染 我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流感 其实没用的 可能会反为遇到抗生素的副作用 或者是长远来说 引致加速我们的抗生素 或是細菌的抗药性 他建议市民要和医生了解 有没有确切需要服用抗生素 要紧记抗生素 要服用完整个疗程 减低耐药性出现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防华会通过 延长资助出售房屋 按揭贷款保证期 其中二手市场资助出售房屋单位 按揭保证期延长到最长50年 明年三月生效 新安排涵盖所有资助出售房屋 一手市场出售的居屋和六指居单位 在第一次转让开始计 按揭保证还款期由25年 延长到最长30年 明年一月开始实施 至于二手市场单位的按揭保证期 由30年延长到最长50年 租资计划就由25年 延至最长50年 明年三月实施 我们要联络财务机构和银行 也会和案政公司联系 然后更新有关的文件 这些都需要时间 房委会说 现在分别有39,000个居屋 六指居单位 和36,000个租资单位 剩下保证期超过10年 新安排生效之后 会增加至分别274,000个 和15万个 但很难评估可不可以吸引市民 市场的气氛 经济状况 市民总体收入是如何 还款能力是怎样 市场上 比如二手市场 或者其他的选择多不多 或者他们认为我们的项目 是不是很吸引 还是他们觉得一般 这些全部都会有关的 所以我都很难估计 不过我相信 就是因为我们都推出了 这些保证期 还款期都长了 应该是对一些 需要置业的市民 但是经济能力不是太高的 是有帮助的 公共联会欢迎安排 认为能够令到市民 在置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都说当局要谨慎留意财政 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 近自己家人的屋苑 或者一些租资单位等等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朝着这个目标 可能就是选择的屋苑 数量上来多过以前很多很多 一来新的供应都多了 旧的单位的保证期拉长了的话 对防委会如果一个经济逆转来说 那都可能是承担风险都大的 过去楼市都是一些的时期 是低迷一些的 可能那个经济中不是那么差一些的话 风险都大的 就是防委会都要支出了一些部分的金额 他又建议防委会增加白居二的配额 和调高一人申请者配额比例去到两成 长远平衡置业阶梯 无线电视计者 吴嘉谦不道 据本地一间媒体监察机构调查 本港今年头三季整体广告开支 比去年同期升大约6.8% 预计第四季有望录得单位数的升幅 有广告带来公司为了争取更多生意 推出自动化的广告交易系统 这间户外广告公司 目前营运港铁及机场快线 共63个站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广告预算较为紧张 于是他们就参考外国例子 在去年年头 在其中58个站 超过700块数码户外广告屏幕 推出一种新型的户外广告系统 希望提升营运效率 有一个自动化的交易系统 以前可能你真的要找销售 去和他一起去接触 但现在就真的 好像网上的广告 你可以用同一个系统去接触 去设定你自己想要的观众 或者时间、地点 例如你可以在不同的天气、温度 其实因为它和一些直播的内容 都可能有一些接触 变成可以即时进行更新 你可以随时很滑稽地抽起 或者转换里面的广告内容 因为疫情下 其实购买户外广告 可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些客人就会不仅是高面膜 可能很选择去选择一些项目的观众 现时在港铁沿线的户外广告牌 都是以统一抵价形式出租 不过由于实行自由竞价机制 多人竞争的话 成交价就会相应提高 传统上 好像金钟、中环这些商业区 或者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等旧物区 属于人流和消费力较高的旺站 广告牌竞争相对激烈 他们说采用这种竞价模式 能够带动其他较冷门地铁站的广告委中务 由于相类似概念落广告方法 在线上已经出现一段日子 所以推出后市场都容易受落 加上产品通过线上平台接触广告客户 海外公司都可以参与镜头 他们说系统推出市场一年多 反应符合预期 现在看到反应在市场上相当受落和挺好的 亦都在2023的时候 广告收益是翻倍 2022因为过了一年之后 我们看到有七成的客户会再选购这种服务 我想这件事都给了信心 我们投放在市场上都有一个认可和好的回响 无线电视记者刘浩蓉报导 山西省旅梁市有煤矿企业办公大楼 星期四发生火灾造成26人死亡 涉事煤矿负责人等13个涉案人士 被採取刑事强制措施 市长就是顾志协 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 向市长委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 向忍受巨大悲痛的遇难家属 做出深刻道歉 据说会依法依规做好善后赔偿 全力保证遇难者的尊严 和遇难者家属应有的位置 仰视人述应急管理博说 事故造成26人死亡 38人受伤 影响十分恶劣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挂牌督办 并派工作组进驻山西全程督办 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70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进入第二个星期的赛事 当地同步举办多项的活动 希望带动人流 提升旅客体验 驻澳门记者郭善宇 自动开合感应花 气球屋 小型赛车跑到门楼 这些新的户外艺术装置 设置在澳门荔枝碗船厂 近年澳门推动历史片区活化计划 大赛车期间多区同步展开活动 福隆新街步行区也加入赛车元素 加兰披置赛车造型的气球装饰 穿上赛车首服装的雕塑 还有三级方程式赛车展出 现场的文创史习也有售卖赛车服饰 我来自马来西亚 只是来这里走走大概两天 我觉得很好 然后整条街氛围感觉很温馨 人也蛮不错的都很友好 旅游局搞这条街做步行街 所以游客都多了 可能是观光塔那边开了美食节 然后很多人都出了美食节行 然后这里人流都多了 希望人们看完赛车之后 会出来这些区旧城区行走 希望人流多一点 生意会好一点 希望都会多一两成 而第23届澳门美食节周五起 一年17日在西环湖广场举行 大会提供免费穿梭巴士 接送市民和旅客 政府联同六大博企 在大赛车期间举办系列活动 希望丰富旅客的体验 并推动社区经济发展 母线电视铸澳门记者 国时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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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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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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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